俊朗外表酷帅高冷 低调情绪 才华好意 演艺舞台上他不断释放自我 扶贫道路上他低调传递善意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一分力 然后能够影响到更多的人 吴亦凡用行动诠释了偶像可以高冷 内心温柔热烈 打赢脱贫攻坚战 让小康梦离得更近 大家好 我是吴亦凡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 去到湖南省花园县18栋村考察 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 为脱贫攻坚战提供了行动指南 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作为演员的吴亦凡也给出了他的理解 我觉得精准扶贫其实就是 要把扶贫的这件事情 做到就是具体化 就是什么样的地区 什么样的环境 做出不一样的扶贫的调整 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科学的方式 去来达到更好的扶贫的作用 在脱贫攻坚战中 因学制贫 因学反贫是一块难啃硬骨头 访谈中吴亦凡表示 精准扶贫一定要着力加强教育扶贫 我觉得非常需要就是一个全方位的教育吧 我觉得能让他们有机会学习更多的知识 因为我觉得年轻的小朋友们 他们才是未来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的教育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让他们未来有机会 在更大的就是舞台也好 更多地方能够去就是更全面的发展 说到教育扶贫 吴亦凡一直在行动 众所周知 吴亦凡从小哭爱篮球 下游乔木 哑望天堂等电影中 他都有展现精湛的球技 基于此 2016年 吴亦凡发起了 不凡荣誉球场公益项目 为广东四川两地的贫困地区的学校 成功捐出了五个公益球场 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篮球这个运动 那我觉得这一个项目 会跟我自己非常的贴切 非常的符合 它主要的一个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帮助 贫困地区的这种学校 能够去建立球场 为孩子们提供 能够一个比较完善的体育设施 打球的机会 枪身健体各方面 而工作人员反馈给他 孩子们在球场快乐运动的画面 让吴亦凡非常欣慰 工作人员给我发过一些 就是球场建好之后 孩子们打球的视频 就非常开心地打球 本来之前可能是 非常简陋 或者是没有球场的一个空旷的场地 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球场 然后孩子们在这个 我建这个球场上面打球 那感觉是非常的温暖 对 而且非常的开心 觉得自己 就是更加坚定了 我做这个项目的信念 财华行逸 为人低调 酷帅俊朗 在演艺圈 吴亦凡一直有自己的freestyle 在他高冷的外表下 却拥有一颗 满航工艺正能量的赤子之心 2014年6月 吴亦凡加入范冰冰工艺项目 爱里的新圈赠队伍 2015年 吴亦凡还参与 含红爱心百人 圆贵慈善活动 2016年 吴亦凡还通过 微爱白血病儿童移植手术 救助基金 资助白血病儿童 进行手术康复治疗 不仅拯救了一个生命 也让他变成了 孩子心目中的超人 有一年我过生日 有一位小朋友 是我资助的一个小朋友 其实他当时也在生病 特别被我画了一个超人 我当时看完以后非常感动 他说我就像一个超人一样 但其实 但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些 我觉得力所能及的事情 去帮助他 2017年 吴亦凡还和谢芳老师 同框录制了 电影频道制作的 《光荣与梦想》 我们的《中国梦》系列工艺片 正能量满满 三杯土然诺 五月道为亲 因为工艺 我觉得很重要 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不光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都应该要尽自己一份力 能够去宣扬这些 正面的东西 虽然很紧现在要去机场 但是还是成功地 完成了今天的拍摄 还是很开心 希望能够 中国的工艺视野 各方面都越来越好 这也许就是吴亦凡的真性情 他坚持自我 也影响粉丝 加入到扶贫的公益活动当中 确实有很多粉丝朋友们 他们很支持 我的慈善项目也好 还有他们自己本人也在 非常积极地做很多事情 到现在可能都已经 我据说已经有一百多项 他们做过的 慈善那些项目了 对 所以我觉得 真的真的特别的 特别棒 对 而且特别感动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是靠 一个人或者几个人 去做很多事情 还是靠 很多的人 做一点点小的事情 就积极成多的 这件事情 常言道 受人以鱼 不如受人以鱼 吴亦凡在 积极响应 成龙在全国两会上 呼吁演艺人 投身脱贫 攻坚战号召的同时 也将帮助解决 贫困地区孩子们的 教育问题 当作自己参与 脱贫 攻坚战的方向 我希望的是 更多是 贫困地区的小朋友们 能够得到好的教育 能够有机会 得到很多知识 然后能够看到 更大的一个世界 然后以后有更好的一个 自己人生的一个发展 对 健康的成长 能够帮助到社会 传递正能量 然后帮助到 有需要帮助的人 对 我觉得我一定会就是 就是尽自己的能力 去做的 对